大家好,是我金家人 这个是金家人频道的特别节目 今个月我访问了很多人 今天我这个节目都是访问一个很神秘的人 他知道很多神秘的资料 他的名字叫做神秘先生 神秘先生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金家人好,大家好,我是神秘先生 正常我访问人很多时候是金家人9号、10号、11号 但是神秘先生是金家人范畴以外 因为他比蕭生、蕭若鱼更劲 因为蕭若鱼他照稿读 但是神秘先生他的资料在他的脑子里 和他的电脑里 他是不需要看稿 今天我和神秘先生专题就说 国内的经济和楼市 就和大家拆解一个神秘的问题 就是神秘先生 疫情的时候呢 国内的楼是升的,是不是? 为什么呢? 等一下我会和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疫情它封锁的时候 楼价反而升 反而放开了反而会跌 就是很多人他不理解 为什么越风越升 打而放开了 应该经济更加好反而会跌呢? 是的,为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都说 喂,疫情之后应该U型反弹的哦 那么到最后呢 竟然是一些大型的房企就倒倒了 其实很奇怪的哦 那么神秘先生呢 你就不如详细呢 就将你的见解呢 就和观众讲一下了 可以的 那我先问一下大家 或者是问一下金家仁一个问题先 就是你觉得大陆人呢 他经常说呢 房价一定会升呢 是因为降税嘛,是吧? 是 是 一定要买楼的 是,一定要买楼的 那他一定要买楼 也有个理由的嘛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买呢 就是干税 那对于大陆人来说 干税是什么呢? 结婚房 还有就是 他们那个潜意识 出来打工呢 他们的人生目标呢 就是要买楼 还有呢? 我暂时就讲这两样东西 第三样交由来说 还有学区房等等 我逐个逐个可以 很多的 很多的 这些呢就构成他们所谓的 江衰 是不是? 江衰的意思是什么呢? 江性需求 就不能够这个呢 就是 不可以违反这种需求的 这些需求呢 当出现的时候呢 就一定是要做的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没错了 但是 但我反问回你们 大家回头 就是 如果 这些理由 不存在了 就是江衰的理由不存在 这样的楼市是否应该倒呢? 那 其实如果 这些呢 江性需求不存在呢 那些人 就不买了 但是 不买呢 我又觉得 不买 其实未必 会倒啊 那我觉得楼价 比如像深圳那样 他都不是说真的倒得十分之多的 很多一些地段好的那些呢 都挺得住 倒了两成而已 但是其他地段不好的那些呢 真的倒了一半以上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就是一个好问题了 交由你慢慢 就拆解了 这段呢 就是你自由发挥了 我先从一个小的角度去看 先从我周边的环境去看 那我呢 大陆有一套楼的 那套楼呢 就是在疫情水高峰那时候 升了一千万 千万以上 现在跌回又跌回七位数 它下面那些呢 那些中介 中介呢 很多店都执着刺了 刺了之后呢 是没有其他店 或者其他中介逐租的 就是它就这样刺了 就完全是 飙空的状态 基本上 就是说了 有几间都执了 那其实 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社区 一个这么贵的一个社区 对于大陆我算是贵的了 你讲的意思就是 那个店铺 就是 那个是做房地产的 例如是廉价啊 中原啊 Q房网啊 那还要呢 你的地段呢 是属于呢 城市里面的核心地段来的 CBD地段来的 你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先 是 那就是 尖沙咀有很多鸡铺 你的意思是不是 其实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呢 在核心地段 竟然有间铺租不出 是不是这样呢 不单止是这样啊 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那个鸡铺原本是 地产中介来的 就是可能是中原地产的 跟着它刺了 跟着没有其他铺租 有啊 有啊 深圳都有 就是地产铺就是这样啊 我就看到深圳的地产铺也是这样啊 是啊 但是它的情况一定是比香港严重的嘛 只是地产做中介的很严重 因为我说我自己了解的了 深圳呢 最大的地产叫廉价的之前 是 那么跟着 挑访网 这些呢 都已经变成了呢 历史遗迹那样的了 中原呢 也都小了很多 反正现在呢 就有一个叫贝壳的 但是那个规模都不是很大 其实我自己认识很多地产朋友的 很多都辞职不做的了 找不到钱的了 就是 为什麽呢 因为就是没有交投嘛 就是如果你就算跌的话 你是有戒有市的话呢 那都可以养一批那些地产中介啦 那现在它的交投呢 太淡静了 淡静到是 根本就养活不到 就是他们自己的店主也交不到 他怎样帮你去 帮你买店 或者 怎样帮你 我想说呢 就是 他们呢 因为在深圳 如果你说是做地产呢 他们有底薪的哦 你介不介意说一下呢 你说 哇 你有物业啦 本来市值一千万啦 现在七百万啦 大概啦 是不是不上广深其中一个地方呢 是 没错 不是这个 深圳就是 广州 不是广州 就是上海的啦 我肯定就不是北京的啦 那好啦 那其实 你那边 都会不会有底薪的呢 呃 其实以前的地产中介是没有底薪的 十年前的时候 很久之前 很久之前是没有的 现在是有 但是 基本上他都是想办法 就是 他只是给底薪的 最多是 他们那些中介 是 一两千 两三千 一千五百 到两千五百 如果你在讲的是 广东省啊 广州 东莞 和深圳 东莞是最小的 东莞呢 真的很多 那些小的地产呢 一千五的 深圳一般来说 就是二千三啊 到 这个二千六啊 有时候 二千啊 那其实每一间都不同 但是 在深圳 我就见到很多 地产那些 铺啊 真是 如神秘先生 那样说 收拾了之后 没有人租 或者 隔一段很长的时间呢 才有其他的那些店去租 但是他不是做回中介的哦 那神秘先生 你能不能够详细解释一下 究竟 现在那个楼市循环 究竟出了些什么事呢 那刚才我又说了 为什么我要提起这个铺 因为呢 如果你是要去买个二手楼 或者你卖个二手楼 或者你放租啊 你这样 你应该就是找中介的嘛 是啊 现在中介都收拾了 我请问你 那你想卖 或者就算你想卖 去找哪里呢 是不是 那你就通常 当然 認識的人是会知道 去网上去找那些 就是那些 二手房的那些网站 但是有些人他是想去现场看的嘛 就是有钱的那些一定是越老越有钱的嘛 那他可能是帮他的儿子 或者他的孙子买楼的嘛 那他肯定走过去看那个社区 觉得不错 结果兜了一圈 发觉原来他没有中介 那么奇怪呢 那么就算他想买他也不管哪里买了 是啊 是啊 我自己买楼 从来没试过在网上看那些图片的 我没试过的 我看完那些图片 我一定要去那个市区 小区 那个市区 和那个小区 看回环境 和那个楼子 可以不可以的嘛 很合理的 但是你刚才说得很对 国内真的是 地大蜜薄 那去到那个小区里面没有中介 那怎么买楼呢 我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 那好了 那什么原因 那那些中介呢 就真的整理了 而又没有其他可以代替到呢 主要呢 就是那个交投实在太淡静了 曾经 曾经中央在几年前 他出了个APP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跟着就没了声气 好像数字货币那样 就是那个APP继续运作 但是就没人用的 就是说那个APP呢 连中央 就是这样的 中央就做了一切 就不需要中介了 你可以在那个APP那里 就上网看楼 然后呢 就在那个APP那里呢 就做了个交易 但是后面呢 这个APP呢 就没了声气 你也看不到呢 中央是宣传的 那其实就会不会跟这个APP呢 基本上 中央什么都想做 但是 没有人 就是他这个 他这个 他当然是希望所有钱都入他的袋 说直白一点就是这样 但是 那你是这样想 下面的人都要找食的 那你得罪了整个行业 没有人会帮他推的 有段时间是 那些中介是抗议这个东西的 他们不敢维权 肯定有 就上网在那里说 那你做了这个东西 那我们的中介吃什么 当时呢 他推出那个APP的时候呢 那个市道并不是这么差的 刚才神秘先生说得很对的 深圳的楼是升到2021年6月 但是呢 去到2022年7月才开始死的 那当时这个APP呢 就是存在了的 但是后面我就没见过有人用的 我也不知道那个APP呢 现在存不存在了 我就见到呢 整个深圳的楼市 和那些地产啊 插水啊 跟着恒大塌 就是好像骨牌式那样 那现在好了 那神秘先生 那既然那些中介真是 交头淡静了 那他们没饭吃了 那后市又怎样呢 你有什么看法呢 那就是 假设 假设 那我之前 以前遇过呢 类似这样 整个那些中介局全都挤了 这个情况呢 以前是发生过一次的 那一次呢 是那个08年那个 海啸那时候嘛 是啊 金融海啸那时候 我就是那段时间呢 就是 事态危机一后段啊 开始升回的时候呢 就在深圳疯狂炒楼的 但是事态危机那段时间呢 你讲的是对的 深圳的中介都是整的 是的 都是很多 他们都是 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 怎样借钱 借到那些鬼佬的钱 或者怎样 总之就是 资金一断之后呢 很多就要 就整理了 就那段时间 但是呢 整理得很快的 短就一个月 长就三个月 接着呢 就翻山了 因为他们后面09年 不是有那个 就是那个温家宝 不是有个四万亿个政策的 是的 这个记得 他不是说 要扔四万亿出来救市 那我就吃着这条水 咯 把我那层楼呢 本来我深圳那层楼是 最高峰07年 就升了100万的 但是呢 要交很重的税 要买楼 那跟着我不卖了 只要跌了 那就金玉海啸的时候 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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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到七十万 七十万 那很大的哦 那小层楼是 一千尺的 就是 100平 那去到呢 09年又升了一百万 而且呢 那些税率就很低的 当时就是因为温家宝说 要出来救市 但是现在都救了几次啊 是不是呢 都救市救了几 救了两年了哦 是啊 就是他这次当然跟上一次是不同的 因为他很多结构性的东西已经是改变了了 结构性的东西 比如我先说 你的意思就是 那些 现在的楼没得救的原因 是经济结构出现了问题 人心都已经是彻底是改变了 就是他所有的数据反映出来 都是没得救的了 就算经济好也没有救不回 因为我都会 一开始我来讲了那样东西叫做 江衰嘛 江衰是已经倒倒了 哦 其实就是很简单 这件事真的外面呢 我没听过 我没想过江衰 原来已经倒了 真的没想过 那神秘先生呢 你可不可以详细的解释一下 江衰 为什么这个需求破碎了先 江衰这件事呢 我发觉香港的KOR 都提得不太多 就是其他香港的KOR 跟着他那个 还有他们不会怎么引用数据 那我就说的所有这些数据呢 都是官方 就是 都是从那个 就是商务部啊 从民政部啊 等等相关的部门 都出来的 OK 我先讲一下 刚才提到最多 最多人 就是江衰最需要的一件事 就是结婚 结婚买房 是不是 分房啊 刚才都说的分房 那是的 没错 那结婚房的时候呢 就是 其实呢 就是中国结婚最高那一年 最高那一年 你猜不猜到是多少年 我以前看过那个数据的 不过呢 我就没看过结婚 那个最多人结 我看出生率而已 对 对 就是2013 2013年的时候呢 他结婚呢 就是一年呢 是有1300万对 1300多万对 2013年 当时我看出生率 就是有1300万 差不多1400万个婴儿 那时候是 是啊 不是 不是 那个 那为什么那个结婚率是怎么样呢 婴儿是婴儿那个 那现在这个是那个 我说的是那个结婚的 2013年的结婚的 我知道 我就是用这个婴儿去推断那个婚姻关系嘛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不过就 我说完那个结婚的数据先 好吗 那就 就是其实呢 结婚本身都比较稳定 就是在那个 20 大概是2015年开始呢 2015年之前呢 都是维持在1000万以上 2011年 就是1200万 是的 就是基本上都是很稳定的 那开始呢 2015年开始慢慢就跌 跌到呢 2018年开始就明显跌了 因为2019年开始呢 就那时候 疫情还没来的 你知道疫情呢 是说的是 2019年年年底 或者2020年开始的嘛 是的 那2019年那时候呢 已经是跌到只有900万 就是疫情还没来 只有900万 是 2019年只有900万 是 我是不知道这个数据 是的 跟着呢 2020年呢 跌到只有600多万 哇 那你这样说的话 其实2020年比2013年的时候 已经少了超过一半了 是的 超过一半了 OK 那如果我们就说 因为这三年疫情 假设真的因为三年疫情 2020年到2023年这样 OK 那2023年最新的数据呢 都是比2020年多了 几十万对 就是七百多万对 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 布护性结婚的话 那你应该 你起码变成千万 但是没有啊 实际上只有七百多万对 因为 因为其实我自己 对这件事的看法呢 就是 人少了 就是 你觉得现在 中国的人是少了啊 有很多传闻啊 你都知道啊 有些什么工什么工啊 说疫情的时候 死了很多人嘛 那我猜而已 是不是先 那你觉得 其实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 那些年轻人 对于未来那个 就是 他那种不确定性 就是 当年2019年 开始流行了一个词 叫躺平 是啊 是啊 这个词 很大大伤力 就是你和任何一个 年轻人 讲躺平 这件事 他们都会产生过敏 所以呢 其实 有些事情 他慢慢发芽了之后 大家就觉得 喂 既然是躺平 我为什么要结婚呢 既然是躺平的话 是不是 既然我是躺平 我为什么要生孩子呢 既然我是躺平 我为什么要结婚呢 既然我是躺平 我为什么要拍拖呢 只是一系列的 就是这件事 所以他们那个结婚的欲 在疫情之前 已经降低了很多 其实不关疫情 不关疫情 因为疫情三年 导致他们找不到钱 手头上没有钱 这件事 而导致他们 就不想结婚 我初头一直都觉得 因为国内的人穷 所以他们不想结婚 因为我觉得 在国内结婚的成本 很有趣的 你问我呢 国内有什么数字上升啊 结婚的成本 越来越贵的哦 在抖音那里 经常都是说 这个呢 那个叫什么 嫁妆 就是彩礼 国内叫彩礼 五万到八十万 我都听过 其实是这样的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嫁妆 就是嫁妆是女孩子给男孩子的 就是女方给男方的 彩礼是男方给女方的 就是有叫 平礼或者叫彩金 或者叫彩礼 有几种叫法 就是互相的 那其实呢 在广东也好 在很多地方 就是男方的省份 他们都不是卖女的嘛 他是会有嫁妆 但是同时你也会有彩礼 就是互相给个面子 就是我拿得起五十万 你又拿得起五十万 就是我拿得起五十万 来嫁给你 那你又拿得五十万来 取得到我 那两个就援党户队 就是其实这个 他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就是不是想 找你着数的一个方法 就是不是一个 找着数的手段 而是什么呢 而是一个 就是实力的展现 互相实力的展现 就是互相援党户队 实力的展现 就是其实是良性的 本身是良性的 只是最近这件事 但是 但是之后出了很多分片 是的 就是后面这个 就是人心不苦嘛 我只可以说 人心不苦 跟着 所以很多人利用这个 这个机制的流动 就变成分片也好 骗财金 骗嫁妆之类的 就是很多这样的骗案 但是这个都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就是这些是影响人心 但是主要的因素 主要的因素 是真的 躺平那个词出来之后呢 对那些年轻人的杀伤力很大 即刻所有的数据都发现出来 大家消费都开始降级的了 就是拼多多的起身 又是因为躺平这个字 因为自从刚才你说的时间点出现了之后呢 就是有些伤十一缸棍节啊 就是说会买很多东西啊 就说每一年的数字都高过上一年的嘛 但是近一两年呢 就不是啊 是跌得很厉害啊 那些消费啊 网购 其实哇 网购经常都说有节啊有节啊 就是有一些大时大节的时候呢 会买很多东西嘛 不等花的都会买的嘛 但是其实上年呢11月都是啦 已经看得到啦 根本那些快递呢 就没有延迟送达这个东西的 因为我都有消费 那我其实已经看得到 哇 过了这么久了 起码六七年 没试过双十一 肛棍节 我买东西可以准时到达的 但是 疫情那三年 和上一年2023年 真是准时到达 还要今天买天明天到 但是那时候才是双十一 我是很惊讶的 那你会不会认为 其实这个东西都是躺平的 就是这种恐怖的现象出现了的 其中一种结果呢 相互相成 我讲一些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的 这个情况就是 其实淘宝呢 已经几乎每个月都有双十一了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 几乎每个月都有双十一这么折头 都是什么 你买200买300 就扣二三十啊 五十啊 甚至扣五十都有的 以前的双十一可能是三百减三十 三百减三十 但是现在是三百减五十 还是每个月都有的 但是 但是 因为淘宝那些所谓的那些 双十一啊 其实是 它抹高了个价 然后呢 就说给你优惠了 其实很多人都释穿了这些骗局 所以他们才不会等 那些什么 双十一呢 贪便宜 真的大量买嘛 但是前几年不是的嘛 前几年呢 明知是被人骗也好 他们都是会买的嘛 但是近这两年完全不是的 而且现在很多实体店买的东西呢 其实是比淘宝更便宜 就是你跟实体店说 你只要跟他说淘宝这个价 它一定比淘宝 就是实体店 在国内是不是这样呢 我真的不知道 在国内我是 我举例 你去买那些 你去买那个傢俬啊 冰箱啊 那些 那些 冷气机之类的 那些 冰箱啊 冰箱 就是大陆冰箱 那些 很恐怖啊 我想问一下 很恐怖啊 香港有一段时间呢 就学了国内嘛 走去买东西呢 就拍了一张照片 接着就看淘宝会不会便宜些 接着呢 就 就 今天又 由国内呢 就是总之他推了产品来国内的啦 拍了一张照片 接着呢 就上淘宝找 然后就运回来 发觉呢 都便宜了三分之一 现在反过来 现在呢 就是 去实体店买 然后上淘宝找 就要求店主买淘宝价 是不是这样 不是卖淘宝价 而是告诉店主知道 淘宝是这个价 你会给我什么价 就是我都不跟你废话了 你给得出好的价钱 我给你买 我做卖你熟客 但是如果你出不了 我就走咯 淘宝便宜了 你为我给你买 是啊 其实很多时候的人都说了 网购呢 其实就搞死了很多实体店的 这个我是知道的 好了 今集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下集我金家人和神秘先生 再和大家说一下中国的楼市 下集见 拜拜